你知道南加州的富人住什么样的房子? 近处的郁郁葱葱,远处的城市景观 天晴的时候还能看到大海 这栋豪宅只要一个小目标 今天咱们来到了尔湾隔壁的Newport Coast 这个社区叫Pelican Hills 大家好,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这个房子它有多大呢? 按咱们国内的话来讲,就是实用面积大概900平米 整个占地大概不到2000平米 这栋呢是2000年建的一个房子 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室内的装修还是非常考究的 包括天花板都是用的这种带纹理的吊顶 总共呢是分为了三层 它的入户门呢是在第二层的位置 穿过这个客厅呢我们就来到了它的这个大阳台上 在这个阳台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城市的景观 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的密度 这个小区里面呢房子和房子之间间隔是非常宽的 在下面的一层还有整个这个院子和泳池 现在呢咱们来到了这个侧厅 这里呢是整个大客厅和侧厅都是可以到这个阳台的 并且呢这个厨房是在侧厅的这个位置 这种大房子呢它的透光性非常的好 所有的窗户看出去都是有景观的 而且这个层高也不错 咱们坐在这里你可以感受一下 整个这个房子呢是有六个卧室八个卫生间 现在呢咱们来到了位于楼上的这个主卧 主卧呢同样是非常宽阔的 带有一个小客厅的 并且呢同样是有一个大阳台 这边呢就是主卧的卫生间 配备了浴缸占浴大镜子 然后它每个天花板都做了这种吊顶 这里呢是它非常大的一个衣橱 甚至呢连衣橱都有一个这样的小阳台 现在呢咱们回到主卧 看主卧的这个大阳台 你站在这个位置上景色是更壮观的 咱们接着看看在主卧的这一层还有什么 首先呢它这边还有一个次卧 从次卧的这个窗户呢 也是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观的 同样配备了独立的卫生间 而且呢在走廊上还配备了室内的电梯 在电梯的旁边呢是另外的一间次卧 同样从窗户看出去 郁郁葱葱的绿色尽收眼底 这个呢都得益于房子之间的间距 非常的宽 在这边呢还有另外的一间次卧 外面仍然是满眼的绿色 并且呢也是带独立的卫生间的 接下来呢咱们去院子的那层看一下 首先呢这边是一个非常大的洗衣房 而且呢还配备了一个桑拿室 这里是蒸桑拿的 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健身房 在这一层呢同样有一个客厅 可以在健身之后呢招待朋友 并且呢穿过这扇门出去 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室外的空间 外面就是它的大院子和泳池 精心设计的大豪宅 24小时封闭的社区 宽阔的间距和四面的景观 几句话呢就可以总结这个房子的特点 正因为这个稀缺性 所以让这里成为了上层人士的首选 这样的房子你喜欢吗